我每次出国旅游遇到台湾同胞 不管是他们让我帮他们换现金换零钱 还是说翻译什么东西 我都非常乐于助人像个雷锋 但是我在帮他们之前 一定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是否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都得到了很肯定的答案 对方都说当然 他们都说台独是老一套 然后他们现在年轻人已经全部都是 希望早日回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中国爱国网红在国外遇到台湾人向他问路 他的回答令很多中国网友感到认同 深深的觉得他的这种做法 我们值得借鉴 以后在国外遇到台湾人 我们也要这样去回答他 他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让很多中国网友都很认同呢 他就是说啊 以后在国外遇到台湾人 我们首先不要回答台湾人的问题 而是要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就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思路引起很多中国网友的热议 认为啊这个做法非常有效 哎 以前我没想到呢 谢谢这位爱国网红给的这个方法 那并且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路呢 还登上了中国的各大媒体 尤其像是中国的一个网站叫中国台湾网 相关的影片呢 在中国网络上迅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那先来看这一段影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网友对此什么样的看法 我每次出国旅游 遇到台湾同胞 对他们态度都非常友好 但是我在帮他们之前 我一定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是否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索性在我前几次出境游的时候 对方都说当然啊 他们都说台独是老一套 然后他们现在年轻人 已经全部都是希望早日回归 但是就今天我刚到韩国的第一天 有一个台湾的小女孩找我换零钱 然后我就也惯例问了她这个问题 她的回答就很含糊 她说我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了解 我才二十岁 不太关注这方面 我跟我朋友就说你是二十岁 不是两岁 然后我说那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跟你换这个零钱 你自己回去拿吧 就是你们这种人天天败坏 我们两岸的统一 影响我们两岸的和谐 台湾 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气死我了 今天真的很生气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 真的很生气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她回去之后 肯定要在他们台湾的社交网络上 发帖子 说什么今天遇到了一个神经病大陆人 妈的 就是你们这种人天天败坏 我们两岸的统一 影响我们两岸的和谐 我再跟你说一遍 记住了啊 跟我一起说 台湾 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气死我了 今天真的很生气 而且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傻 就我之前 每次旅游遇到台湾同胞都跟我聊大陆的美食啊 跟我聊他们大陆的那种什么祖籍啊 什么福建的亲人啊 学起来 大家传播起来 以后出门再来遇到台湾人们这个问题 一定要坚定他们的立场 家人们再见 波波所有好的台湾人 波波所有支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台湾同胞们 早日回到大陆的怀抱 听懂的亲吻了你们所有人 如果我以后出境有遇到台湾的人 我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的 我一定要判断 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那你如果不认为你自己是中国人的话 我也不想帮你 滚吧 那就这样一支毫无营养的短影片呢 迅速在中国网络上 引起很多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中国网友为什么很认同 我们就透过中国网友的几则留言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 那其中就有网友留言说 支持你姑娘 阿姨我深刻感受到 你的情绪很激动和气愤 说实话你没哭 我在视频屏幕前面都掉眼泪了 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 别人也喜欢欺负咱们中国人 你为我们出了口恶气 也为祖国赢得自尊和领土完整 好样的 阿姨看了很感动 台湾人也是我们大陆人 台湾人也是我们中国的固有领土 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 这个阿姨的思路有点奇怪 台湾人也是我们大陆人 到底是台湾人是中国人还是我们大陆人 大陆按照就算按照中国人的逻辑 也是中国人里面包含了大陆人跟台湾人 但是大陆人又包括台湾人 这是什么样的思路啊 这个阿姨在后面留言说台湾人也是我们大陆人 你应该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台湾人也是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应该包括大陆人和台湾人 但是说你说台湾人也是我们大陆人 这个思路很奇怪 这个阿姨 然后这个阿姨后面又说台湾人也是我们中国的固有领土 台湾人怎么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你想表达台湾这个土地 台湾是你们的固有领土 但是啊经常被洗脑的一些中国阿姨啊 也不太懂这个逻辑 反正不管了 以前在网络上在媒体上听到的宣传是说什么什么台湾是我们的中国人啊 或者台湾是我们的固有领土啊 但是到了阿姨这边呢 可能传着传着 她也不懂这个逻辑 就是说台湾人也是我们中国的固有领土 好吧 不深究了 我们看下一个网友留言说 他说 我觉得博主说得很对 几年前去泰国旅游还遇到台湾人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要先问政治立场 学会了 先有国才有家 先有立场才有同胞 那既然你都说了先有立场才有同胞 那台湾人跟你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以后千万别再说什么台湾人也是你的同胞 你自己也在这里面说了嘛 先有立场才有同胞 那台湾人都跟你没有同样的立场 那就不算是同胞了嘛 对不对 同胞这个词也不是台湾人发明的 也不是台湾人天天在喊的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我倒是蛮认同的 先有立场才有同胞 立场都不一样 那就是两家人啊 对不对 还有网友留言说 太棒了 看到有人质疑小姐姐经常拍这种内容 应该是这个网红应该是蛮常拍的 刚好在两岸最近敏感神经的时期 发表这样的内容 突然就火了 所以这边有人就帮他洗说 看到有人质疑说小姐姐经常拍这种内容 我觉得有些人自己没有行动力 却嫉妒别人爱国 爱国不分次数 每一天都要爱国 这是最美小姐姐 最美的声音 在国外每天都可能面对歧视和分裂言论 对于这种挑衅的声音 我们就应该教他做人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一个台湾人向你问路 这个不算挑衅吧 就算是在台湾本土 我相信台湾人遇到台湾人 也不会问这种政治立场 这种属于是个人隐私的部分的问题了 但是中国人就会先问 你是中国人吗 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你支持共产党吗 还是支持民进党 但是中国网友的逻辑就很奇怪 认为问路算是一种挑衅 反倒是我们这种不尊重个人隐私 这就不算是挑衅 还评论说这个是什么 最美的声音 最美的小姐姐 还有网友连说 好方法 如果在国内遇到口音不对的 像弯弯口音都要问一遍 台湾属不属于中国 再跟对方交谈 不给台独分子任何沟通的机会 但如果遇到福建人呢 一样的口音 差不多的口音 是不是也要问他 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人家根本就是个中国福建人 你问这些屁话有用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过于敏感了 还有网友连说 以前还是大陆人太善良了 现在看看台湾人都成什么样了 一个比一个还要独 我们把他们当同胞 当一家人 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 六亲不认 所以我呼吁所有大陆人 也要这样问立场 再选择要不要帮忙 远离台独 人人有责 千万不要助走为虐 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 与其不要上了贼船 被人家卖了还给人数钱 我们干脆就不要认台湾同胞 做同胞不就好了吗 大家做朋友也可以啊 干嘛就一定要逼人家说 你是我的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亲 对不对 你既然这里都觉得啊 自己被打脸了啊 说我把你当同胞 当一家人 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 六亲不认 那干脆就不要做家人嘛 很好解决的呀 是你硬要把一个外人 当做家人来看待 当然会有很多的矛盾跟分歧啊 对不对 大家做朋友也很好啊 为什么一定要当家人呢 那大家对于这个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这个中国网红以及这些支持中国的这种生意的一些中国网友 对于他们的这些观点跟留言 你们台湾观众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意见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观点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